第274集 都住手吧 师父 父亲 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 到底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说 非得这样啊 此时 我的心里甭提有多着急了 他们万一真的动起手来 以我和班柔的能力 是根本没办法拦住的 他们四人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没有人搭理我 班柔碰了碰我的胳膊 说这是他们之间的事 咱俩太弱了 撤吧 我能就这么撤 当然不能 走 我道了一声 身下的法子就继续往前走 班柔赶紧拉住了我 说不能再走 太危险 但我没有搭理他 当法子走到他们两拨人中间时 我就看了看 谢大师 他眉头微皱 眼珠子一动不动盯着这一表 师父 你快退吧 你受伤了 我说 他没有理我 我转过身对着父亲说 你先退 带着超凡走 话刚说完 我就觉得 我身后有动静 板柔也大叫一声 使劲 拉到我的胳膊一下 就在我转过脸这一瞬 驴母的身影已经到了我的跟前 他脸上那深陷的两个眼窝突然间就睁开两个眼睛了 里面黑洞洞的 我已经只感觉有什么东西揪了我的心一下 后背也一凉 胸前立刻伸出一个手来 在手的最前端是把骨匕首扑的一声 骨匕首就插进驴母的胸口 几乎是同时 谢大师的身影也冲到驴母旁边 他的右手呈长壮朝着我打了 只感觉一阵风吹来 在谢大师身后一闪出现了父亲猙獰的脸 此刻我的心仿佛都被静止了 眼前一黑 感觉全身血液都在快速流淌着 与血管发生剧烈摩擦 使得我整个身子瞬间变得炙热 有股力量好像要胀破我的身体出来 咚咚的心跳声 似是像天雷作响一样沉闷 呜呜的一声惨叫 我只感觉我的身子被什么东西拉到一边 还未看清眼前这一切 耳边传来一声砰的响 一阵强大冲击 就将我冲飞起来 全身骨头好像都要碎了 什么是疼 恐怕我此刻已经疼麻木了 等我看清我的处境时 才明白 我现在已经悬空在很高空中 到处是泛红的水花 一些水地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好像是红宝石 忽然我的腰间就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那力量拖着我让我悬停在了空中 四周的水花也落了下去 胸口一阵疼痛感 我低头一看 心口有个大洞鲜红的血顺着 盏开的肉泥向下流去 如同一个个穿起的柱子 渐渐消失在我的眼前 我明白了 刚才是超凡刺穿了我的身体 再仔细一看 就见四个身影朝着四个不同方向奔跑 而在我身下有个静止不动的白点 那应该就是幻化成九尾湖的白熊 他怎么了 他们四个为什么要跑 没有人顾及我的安危吗 一股心寒些了 从白熊的附近延伸出来 一个差不多直径半米的水柱 歪歪扭扭连接到我后背 在我的头顶开始翻着水花 我摸了摸身后 是一个冰凉的手在抓着我 但回头一看 出了水花 什么也看不到 这是什么东西 白熊怎么了 他怎么躺在水面上不动了 白熊 我叫了一声 那白点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心里意见 暗想他千万不能出事 使劲晃了晃身子后 并非挣脱那双手 我翻射找素材 是一个冰箱的 不疼啊 是个把飞溃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